我們現在要做的是雷雕的一個小盒子 我們板後是3mm 我們做的成品是5公分乘5公分乘5公分 所以我們用方形工具 直接輸入50,豆點50 板後記住 是3mm 這個是我們的基材 可是我們現在要畫 我們要用的一些線 我們用電腦來幫我們畫 第一個我們先在這裡畫3公分 3mm 我們用移動工具把 糟糕 好吧 老師應該先把它轉成元件 因為我女兒在旁邊 結果我說爸爸 好 一樣3mm 在這裡畫一條線 好了之後 我們選到這一條線把它移動3mm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剪掉3mm 好 記住在移動的過程裡面按一下Ctrl鍵 好 3mm 好 這邊我會移動過來 到這邊 好 一條線 可是我直接再把它移動這邊3mm 所以這裡有一條線 這一條線我們不要了 等一下會造成困難 所以我們這裡有兩條線距離這個都3mm 可是我現在 這裡到這裡齁 要讓它自動幫我們畫出7格 要讓它自動幫我們畫出7格 糟糕 所以你可以看齁 我現在用這一個 好 移動過去 到這邊 好 一樣要加一條線齁 除以7 好 除以7輸入 那這裡就會幫我們畫出7條線 可是這裡有兩條線 我們把它delete 不用了 只有一條線 好 好了 之後 我們現在要找出這個中心點 我們用旋轉的比較快 所以你看看它會自動 找這個條線的終點畫過來 2.5mm 25mm 所以這個就是圓心 好 我現在把它打一個叉叉 等一下我們比較好找 這邊 再把它 做過來 好了 之後我們用 橡皮擦工具把這條線擦掉 所以這十字就有了 好 我們就選擇這個 好 按Shift鍵把這裡剪掉 把這個剪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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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現在只要選到這幾條線 好 來 我現在 用旋轉工具 好 中心是這裡嘛 所以我剛才為什麼要畫出這個中心 好 Ctrl鍵點一下 好 好 一樣 加了嘛 再乘以3 所以這裡都全部幫我畫出來了 可是我們這裡要有這些線 我們等一下才比較好操作 好 好了 對不對 好了之後 我們把這個 解散掉 所以這些線跟這個就合在一起了 好 我們要五個 我們總共六 六面嘛 我們把這六面都複製出來 我們把這六面都複製出來 乘以5 好 好 記住我們這沒有轉成元件喔 所以他彼此是沒有關係的 等一下我們再處理會比較好處理 好 我們就選擇這幾個 用Shift鍵 把這裡 誒 要選面了 好 選 誒 選面 好 把他往 誒 不行了 所以我們只能一個一個來 好 所以這是存在的 好 所以這個就要削減這一邊 所以我們用對稱的 不能削這個 為什麼 你削這個 這個變成一個獨立的 不可能 他只黏在一條線上 所以這個 基本上就要像這樣子 好 我們很快全部把它削掉了 好 好 削掉了之後 我們這是其中一片嘛 我們就把它 好 這個 把它 擦掉好了 好 實際上這個 像這個線 等一下都不會用到喔 所以我們都要把它擦掉 好 這沒關係 好 老師先擦一個啦 等一下剩下的老師就不示範擦了 好 好了 我們全部擦 這兩個 好 擦掉了對不對 我們就隨便補一條線就好了 那就封閉起來 好 好 這裡把它 轉成元件 好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拼在一起嘛 我們稍微填一下顏色 等一下我們會比較好辨別 我們把它填紅色 這個先不要填好了 好 好 所以這個已經轉成元件了嘛 這個要 依附上去 所以我現在靠 靠上去紅色這個 你們不一定是紅色喔 好 你們要依照自己的 那狀況喔 好 好 以我這個要靠到這邊來 所以我移動的時候就用這個點 好 它才能靠到這個點 有沒有 這樣子才可以重疊在一起 好 重疊完了之後 我把它稍微往後退 所以 我才知道我哪裡要剪 所以這裡要剪掉嘛 這裡要剪掉嘛 對不對 所以這 這兩個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這裡要剪掉 這裡要剪掉 好 好像這樣子啦 齁 這樣子看比較清楚 好 這裡要剪掉 好 所以我現在先試試看 我如果這邊也剪掉 這樣子合理嗎 所以這個也要剪掉 好這我們先不管它齁 這裡是也要剪掉 可以嗎齁 這裡我要剪掉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這裡都把它剪掉 所以這個也要剪掉 齁 用橡皮擦 擦掉 你到底在找什麼 好 好 所以我現在把這個 都連起來 齁 畫一條線把它連起來 齁 這些有沒有 這個就 所以我這裡把它一樣 橡皮擦擦掉 齁 這一面就好了 有沒有 齁 因為我們這樣子畫 其實它是對稱的 齁 所以我相信 我這個也可以 我這個也可以 直接 齁 來我們先試試看 齁 先把它擦掉 好擦掉了之後 齁 我把它轉成元件齁 齁 建立 齁 齁 我把它倒一個黃色 好了 這邊 可以靠上來 齁 所以這樣子 糟糕 那後面是空的 沒關係 後面是空的 我們等一下再把它補起來 就好了齁 畫一條線 所以你可以看 我這邊也可以把它複製過來 因為 它是對稱的 齁 齁 我一樣再加一個 好 移動的點很重要 我要靠起這裡 這樣是對啦 對不對 好了之後 這都對了嘛 齁 這樣子就好了 齁 一樣把這些線擦掉 那基本上前後就會有東西了 OK了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這一塊應該也可以往上囉 齁 移動的點很重要 往上 有沒有 這OK 是不是 齁 好了之後 現在剩 齁 我一樣 把它旋轉 這一面 這樣等一下可以可以移附上去嗎 一樣 對準這個點 齁 我要對準這個點 再讓它靠在一起 有沒有 這樣子就靠起來了嘛 好 靠起來之後 把它稍微往後移動 我才知道哪裡要剪掉 對不對 好了 我就知道這裡要剪掉 這裡要剪掉 這裡要剪掉 對不對 對嗎 再來這裡要剪掉 這裡要剪掉 這裡要剪掉 欸對嗎 我這裡好像用錯了 錯了 是這裡要剪掉 這裡要剪掉 齁 這個要塗出來 好 所以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很快速的做出我們要的東西 齁 一樣 這邊再 看這邊 換這邊 要剪掉 對不對 這邊要突出來 這邊要剪掉 好 好 所以好了嗎 換 下面 這邊 這邊 這邊要剪掉 這裡要剪掉 好 一樣這裡不管它 齁 這個我們在做的時候的bug 好 這樣子好了 對不對 好了之後 一樣 我們在這裡 把它畫一個 把它補起來 齁 糟糕 糟糕 就這樣特別注意 齁 3 這邊再把它補起來 齁 這邊直接接過來 這邊 直接接到這邊 直接接到這邊 這個再接過來 齁 這邊沒有接 好了 好不好 好 好 橡皮擦擦掉 好 把它連一條線 這裡有 好 換前面 我把它往後移動一下 我把它往後移動一下 它在幹嘛 怎樣很久 好 好了之後 好 我們把它擦掉 這基本上這個圖就做好了 好 做好了 我們把它合起來 看看對不對 好 我先一樣填顏色 我先把它轉成元件 填綠色 把它靠上去看對不對 對 我剪錯了 糟糕 我這邊剪錯了 所以沒關係 再恢復一下 所以我哪裡剪錯了 我這裡剪錯了 所以這裡要剪掉 我這邊再畫一條線就好 好 這邊也再畫一條線 這邊也畫一條線 好 這個 要 增出來嗎 這個要出來 這個也要出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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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可是這個要剪掉 好 我剛才剪錯了 好 再來一次看看 合上去看對不對 好 再來一次看看 對不對 對了嘛 有沒有 就合起來了對不對 好 合起來之後這邊一樣 在Ctrl線加一個 看對不對 都沒有重疊的嘛 對不對 這剛才不小心畫的線 所以要把它擦掉 因為我們等一下 我們要用雷雕機 齁 所以多餘的線要把它擦掉 好了 我們現在八塊都好了 所以這一些 欸不是 六塊都好了 所以我們這可以去掉 好了之後我們現在要做 它的展開圖 好 我們就把八 那個六片全部移開 都要變成平面的喔 我先把它 轉平面 好 九十度 移走 這邊一樣 九十度 好 把它移走 再來 九十度 弟弟你在幹嘛啦 啊 上去睡覺啊 喂 喂 啊這個 這就 這裡 啊 移動的點很重要啊 啊 有沒有 這樣子就貼在一起了 好 我們就幫它靠 靠在一起喔 啊 這邊一樣 哇 這個點要跟它靠在一起 重疊一下 有時候它會吸住 有時候不會 好了 好 再吸下去 好 OK了 有沒有 現在是 好了 再來換這個 一樣把它靠過去 它可以跟哪一個靠 可以跟這個靠嗎 好 好 再讓它靠進去 可以嗎 就沒有重疊的地方 呦 啊 所以這一塊 我們也讓它靠在這裡 好 Profit 再來這一塊 看可不可以靠到這裡 可以嗎 這一塊可能不行 轉個方向可以嗎 好像也不行 不行 我看 找一個方向可以 不行 不行 所以它不能湊在這裡 它只能湊在哪邊 這裡喔 它只能湊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喔 好 所以我們從上市圖看 這個就是我們雷雕機要割的 齁 好 要割的我們就用輸出 齁 檔案底下 檔案底下 有一個輸出 齁 2D 圖形 好 好 要割的我們就用輸出 齁 輸出 輸出出去 雷雕機 盒子 好 輸出出去 雷雕機盒子 好 對不起 我剛剛沒有選PDF 要選成PDF 001 齁 會出出去 你用以拉就可以打開了 齁 這個就是這樣子做 好 好 荒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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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